同名并不是近一个月以来 药监系统被带走唯一的被调查的官员 那么4月底的时候 药品评审中心的副主任尹鸿章 也被检察机关带走调查 尹鸿章所在的国家药品评审中心 属于国家药监局直属机构 有消息称 其家属因为被牵涉而被有关方面控制 2014年尹鸿章等几位国家药监局官员 遭到企业界人事举报 称曾将被药品评审中心认可的药品强行退回 回复时间也拖了长达6年 此外有疫苗企业人士向媒体爆料 称早年尹鸿章曾以审批通过向其索取贿赂 近年来药监领域的腐败频发 引起媒体和公众的高度关注 2007年前药监局长郑小余案震惊全国 他因顽固职守贪污腐败最终被判处死刑 然而不到三年药监局又出无案 该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官员魏良被调查 魏良涉嫌违规为25家公司 在药品注册审批方面提供帮助 收手贿赂147万元 此后药品认证管理中心孔帆中 药品生物制品鉴定所 齐自白白金石陈继婷等5人 也先后被双轨匹部 有家药监局官员遭到企业界人士举报 称曾将被药品评审中心认可的药品强行退回 回复时间也拖了长达6年 此外有疫苗企业人士向媒体爆料 同名并不是近一个月以来药监系统被带走唯一的被调查的官员 那么4月底的时候 药品评审中心的副主任尹鸿章也被检查机关带走调查 称早年尹鸿章曾以审批通过向其索取贿赂 近年来药监领域的腐败频发引起媒体和公众的高度关注 2007年前药监局长郑小余案震惊全国 他因顽固职守贪污腐败最终被判处死刑 然而不到三年药监局又出无案 该局尹鸿章所在的国家药品评审中心属于国家药监局直属机构 有消息称其家属因为被牵涉而被有关方面控制 2014年尹鸿章等几位国家药监局